大家好,我是Jane,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11-12月的網購開箱 其實這兩個月我都入手了很多新的單品 也想跟大家分享上身效果和質素 如果你有留意之前的小雙鞋穿上身 都會發現我買台灣網購比較多 但我發現我買得最顧另一間就是Where to eat 因為他們都比較適合大骨架女生穿 另外這次也有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就是香港網店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少留意香港網店 透過Iris的感染下 我今次入手了Haman和SwampoTalmukies的衣服 另外還有一間叫Little Dreamer 如果你們平時有香港網店有留意的話 都歡迎你們在客人留言告訴我 我都可以之後留意一下 看看是不是質素、價錢 甚至是他們的版型 是不是都適合大骨架女生穿上身 好,今次要分享的第一間店 就是Stay Review Daddy的瑜伽衫店 就是Yoga Ghost 其實因為前陣子看到他 他都送了一套瑜伽衫給我 所以我也很想幫他宣傳一下 他們的瑜伽衫我收到之後 我覺得他們的質素很高 而且他們的價錢也很大眾化 一般來說他們的上身也是220元 而下身Leggings也是280元 我知道我出了這條影片的時候 Christmas sale已經過了 但我相信他們偶爾都會有九折或九五折的優惠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送了一套秋冬系列給我 就是Contour Brow 和Skin Kiss Leggings 我自己覺得整體來說 質素非常之好 親膚性、舒適度也很高 外面的瑜伽衫可能要300甚至500元 或者再高一點的價錢也有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他們的質素真的很好 穿起來是很舒服 而且包覆性也很強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Contour Brow 它是有一個Push Up效果的 不知道買什麼尺寸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件事也很好的 真的找了很多不同身形的女生去試 所以大家也可以按照尺寸去看一看 而他們的Skin Kiss Leggings 我覺得彈性和舒適度真的很足夠 所以如果你們平時有做可以瑜伽 或者做可以運動的女生 也不妨留意一下 好 接著就說一件比較舒適的衣服 因為其實一發了在Instagram 是很多人進去那間網店去看的 都沒有特別想去找這件衣服 但有一天一看到 真的在YouTube看到這件 Nike 熱脈色的衣衣 我就很想找 但我發現香港好像 我不是找到很多網店有買 我只是發現ASOS有賣灰色的一款 但是我突然有一天電了一個廣告彈出來 然後我就決定去買 因為很幸運我都買到一件現貨的 就是這件Nike Swartz 其實它是一件非常超級的衣服 先說我入手的尺寸就是細碼 其實它是有加細到大碼都有的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跟我身形差不多 或者是瘦過我的話 其實加細都已經是很OK的 因為本身這件衣服的超級尺寸是真的很誇張 你看到我的手臂其實是我平時的手臂的兩三倍 所以整體來說 你們是不需要受到害怕那個身形的限制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你是165以下的話 你也可以買加細或細碼 如果170甚至你真的很想要一個偏長一點的效果 那你們就可以買中碼或大碼 那這件我覺得它的舒適度很好 而且它裡面是一個畫毛質地 所以其實都蠻保暖的 如果你們本身自己已經買了 或者是有留意到哪一間IG購買的話 都歡迎你們放回留言 讓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而下一間要分享的店鋪就是Milkies 大家都應該知道是希文和Suan的店鋪 其實他們現在都開了門市 你們有興趣的話都可以上門市去看看 我就是網購居多 一般來說其實香港的店鋪都是在韓國入貨居多 通常現貨不會太多 預購比較多 所以通常大家都可以等兩三個禮拜 都視乎韓國的物流 我自己覺得這個範圍是可以接受的 至於價錢來說 都是二百多至四百元 首先我要分享的第一件單品 其實都是一件啡色的衣衣 我覺得這一兩年我很喜歡入手 卡奇色、現墨色或啡色的衣衣 因為都比較配合我平常的膚色或妝 而前面是一件有個花 裡面是有一個畫毛的設計 所以其實都蠻保暖 如果以反應來說都很適合一些大骨架的女生 因為它本身胸的位置都夠闊 手臂位都很闊 通常我穿這些都是襯牛仔褲 或者頭都是一樣 襯CAT帽比較多 這個就是走一個比較休閒的路線 而另一件都是比較熱賣的單品 就是他們的長版針織背心 其實今年很多人都有留意想買這些針織背心 我也覺得是今年必買的單品 首先通常我留意針織背心 圓嶺、V嶺都會留意 都會看它的質地 甚至是它的下面是否開叉的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開叉的款式是可以修飾到身形 如果你是全屏口的話 我就會覺得有點困難 這個也是對前短後長的設計 所以這個都頗重我本身的心意 我自己就買了啡色 它們也有灰色 但灰色我就覺得比較斯文和正經一點 啡色會比較優閒一點 這件我覺得質料都不錯的 大家可以單買 最後入手了一個單品 就是一個粗框的頭褲 其實我自己都頗想要一些格仔的款式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都懶惰 不是很想打理自己的頭髮 又想有少少東西看的話 就可以配一個粗框的頭褲 我也覺得今年都看到比較多的款式 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不是很貴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而下一間網店就是Laterdreamer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們的衣服質素 以及選擇的款式 都是很適合我的心意 因為我覺得冬天都是走一些 比較簡單的路線 和可能比較鬆身 而且它們入手的顏色 又是燕墨色、啡色、灰色之類 所以我完全沒有任何抵擋力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們入手的衣服質素 都非常不錯 首先選擇的第一件衣服 就是大家家裡一定會有的 寬鬆的冷衣服 其實就沒什麼好說 因為這件本身的版型 就是很普通 但它就勝在夠鬆身 所以這些骨架比較大 或者上身比較有肉的女生 都不需要擔心 其實通常我買的衣服 特別是這些3 size的衣服 我自己都會留意 以胸圍、寬鬆位 是不是足夠 以及它本身的版型 是怎樣的 第一件冷衣服 我覺得沒有太多東西要分享 之後也是買了一件針織背心 但這件針織背心 跟剛才那件有少許不同 首先顏色方面 我入手了一件比較少有的啡色 因為我自己也不多說深色的冷衣服 這件針織背心 其實就好像我剛才所說 它下面是沒有開叉的 但勝了因為它的版型夠寬鬆 所以也不會很固 而且它前面有少許麻花的設計 來說質地也不會很刺肉 所以都可以 但為什麼我會入手這麼多針織背心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我有很多水花長裙 所以我這次也入手了一件 這件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其實它的質地很柔軟 而且長度是我超級喜歡 真的去到腳本的位置 另外就是我覺得配上 剛才所說的啡色針織背心 是會很好看 因為如果有些女生怕自己買 一些長的one piece 通常有很多水花 你會覺得不習慣 所以你就可以搭一件針織背心 在外面 就蓋了一點點面積 反而我覺得整體又很斯文 之後又不會過於誇張 然後你戴一雙Lover 甚至是短靴 其實已經很好看了 所以這個配搭其實我都很推薦大家 這間店我會繼續買下去 所以大家應該之後都會看見它們的出現 而最後一個品牌就是Ware2E 其實我來說 她們都是比較適合大骨架女生穿 因為她們的馬數是可以去到XL 甚至XXL 亦有時有些加細的馬數 所以其實都適合很多不同身形的女生 她們定期都是一個月出一次新衣服 而且我發現每一次我教到那天 十點開賣的時候買 我一定會買到的 而且她們的物流穿得很快 三天之內都已經收到 所以我覺得這間店都頗值得第一買 首先說了11月新買的西裝外套 當她們一出西裝外套 其實我已經非常想要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買西裝外套的人 另外就是Tiffany也很喜歡穿西裝外套 所以對她們所入手的單品其實是頗放心的 我買了這件卡奇色的西裝外套 她的電肩位置不會太厚 不會太闊 所以我選擇我平時的L尺寸 便可以了 也不會太鬆 這件都頗適合秋天去穿的涼涼 我都覺得不錯 而且她本身不會過於正經的款式 因為她的質料不是很絲滑的質地 也有少許綿麻的感覺 所以這件我都覺得大家是很值得可以入手的 其實11月的時候我還入手了她們的男朋友衣服 一般來說我選擇她們的牛仔膚或褲款 我都是選擇小腰XL的 我覺得她們有一件事是做得好 就是她們有分小腰和大腰 尺寸來說你們真的要很小心 她們是完全沒有彈性的 所以就要量度 但這件11月買的懶偶 我自己覺得是整體不錯的 當然她這件會懶得比較多 她整個膝蓋都露出來 之後腳位也是有點破爛的感覺 但這件我自己買完之後是喜歡的 所以都可以覺得大家要放心入手 純粹是尺寸的尺寸要讀得比較清楚 然後12月我買了三件單品 第一件就是我現在手上穿的這件灰藍色冷衣服 這件冷衣服很軟和厚 所以保暖額位也很好 你們都可以看到會比較鬆身 然後她的扇位也會覺得很順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件很值得大家入手 而下一件單衣我覺得不太適合冬天穿 因為她本身的質料是比較薄身和穿焦點的 但她是V領的設計 下面是沒有開叉的 但有些女生可以在不太冷的日子 就當作外面套件 再穿一些牛仔褲 其實就已經好看了 有些可以是斜薄的 我覺得是簡單款式 而最後一件12月單品就是這條女友褲 其實我也是選了小腰XL 這個版型也是完全適合我 腰部位也不會太鬆 腰部位也剛剛好 而且這件會比剛才那條爛牛 會完全收腳很多 你會看到它是從大腿位慢慢收下去 整體來說兩個韓國版型的褲 這個設計也是很適合我 所以也蠻推介大家可以入手他們的負款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都喜歡這麼簡單的開箱影片 另外其實接下來也會有兩條穿托影片 包括鞋子 因為我今年入手了很多不同的衣服 還有一個是台灣網購 應該是Saphir的網購開箱 所以到時你們就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希望你們都喜歡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 I like me better when I'm with you